在马来西亚方面宣布要重审中资项目之后,马方又突然下令暂停了在建中的巨额中资项目。 据金融时报5日报道,马来西亚目前已下令暂停由中国企业承建的价值约220亿美元的三个大型项目,包括东海岸铁路,East Coast Hill,Link东铁项目以及两条造价全超过10亿美元的广道。 马来西亚财政部,一名高官称,管理东海岸铁路项目的政府公司,马来西亚铁路衔接有限公司,马来西亚,Railink,马铁,以及由马来西亚财政部主管,负责监督两条管道的苏利亚战略能源有限公司,Surya Strategic Energy Resources。 4月分别致行这三个项目的承建商,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自由天然气管道局,发出暂停合约的指示,理由是成本过高。 此次突然停工证据马来西亚寻求和中国重新协商合约条件之际,也是恰逢马来西亚提出的总理马哈第二访华意愿日期前夕。 此前联合早报称,为加强马中双边友好关系,马来西亚政府已向中国提出马哈第二访华的意愿,并可能最早于7月下巡访华。 不过,中国和马来西亚都尚未正式宣布马哈第二将访华的消息。 CPBCN表示,全桥688公里的东海岸铁路项目,价值高达200亿美元,建成后将连接马来半岛东岸的南海和西部海岸的战略海运航线,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亚洲及以外地区推动基础建设的重要环节。 此前一天,金融时报的报答称,马来西亚财长林欢迎表示,在该国采取行动推进东铁项目之前, 需要大幅削减该项目的成本,唯有建设方对该项目大幅降价,该项目才会有财务和经济上的可行性。 此前,据马来西亚媒体透视大马报道,林观音指出,在该项目上,马来西亚政府倾向选择与合作的中资企业重新磋商,以别降低标签的发展开销成本。 他还表示,在东海岸铁路项目上,我们已经赤资200亿林吉特,约合325亿元人民币了。 所以贸然取消这个项目是不合理的,因为我们都付了整整200亿林吉特,这是其中一项我们正在重新磋商的大型发展项目。 根据中方与马来西亚前总理签署的协议,该项目将耗资165亿美元,不过,马来西亚政府表示,在考虑利息、购地和其他费用之后,实际成本将达200亿美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